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也要講 我们最关心在这几年 大家鸡毛鸭血的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 中国动态清零 跟着我们香港紧跟 虽然的措施不如当日的大陆 但是也都造成了香港的经济无法挽回 在这里石正丽在7月份 石正丽是哪一个 石正丽就是武汉实验室 其中最主要的科研人员领导人 他也是跟美国福奇勾勾搭搭 就是说接受美国佬的资助 研究的就是冠状病毒 大家要明白 过去世界这三年 直接这样令到世界变得不一样 香港影响也都很大 石正丽到底出来做什么 之前很多人说他走了路去美国 走了路去欧洲 有些人就说他已经被灭口 但是7月份他已经在一些国际期刊那里 他说了的就是说他重新发现了新冠病毒变种有40种 其中6种是可以人传人 而另外三种就可以传到动物上 他说到明就是新冠病毒必然重临 就是叫人类作好准备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你问我 为什么会今时今日才爆出来 不是 7月已经在期刊那里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讲 是因为中日本 这个你就看到懂英文的重要 这个也是我一生的遗憾 最学习得最什么 最容易的时候我放弃了学习英文 就是说放弃了面向世界 他在国际期刊那里看这篇文章 直到今天由南华早报 就是我看的时候就是南华早报 他看前日他讲的 那你说了新冠病毒真是重临 那你人类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到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再是发生在中国上 你是一些防范的机会都没有 第一我们记得非典 沙士 沙士一个很神奇的病毒 来得很快 突然间消声匿跡 到现在都不知道去了哪 当日很多人怀疑他是人造的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一次的武汉实验室 石正丽他本身就是在这个 就是被人们认为是全球最早发现 这一种新冠病毒的发源地 你未必是武汉实验室 但是它是最大的资源 可以尋根究底的 因为在武汉市发 即是爆发你说是南华海鲜 华南海鲜市长都 但是实际上你会得到第一手资料 而你的实验室就在那附近 是这样的话 你得到最大的资讯 最大的样板 最多的样板 到今时今日 你看到现在动态清零完了 大家全世界伏上 你有没有见到石正丽去追本尋缘 救救忌忌 最重要不要说 不是他 是中共都三监其口 即是说不要传出来 不要说 究竟哪里爆的 我说你美国的军人 总不知不关我们中国事 但是究竟新冠病毒 为什么会传染 怎样来 现在中国好像最高机密不能够提 那你石正丽 你自己本身做这些研究 还有什么意义 作为科学家 你研究的就是 希望人类可以阻止 阻止再爆发 那你最重要是什么 追本尋缘 将当日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这样查根问题 令到很多人可以提前提防 甚至传破道径 但是他没有做 跟着他以为自己很冷静 跟着走出来 你看下 又有四种的新冠病毒出现了 而更重要的 他现在在中国 叫他做什么 蝙蝠磊合 我以为在看Batman 一个研究 蝙蝠病毒的女人 亦都因为 很有可能是由他们泄露的 今时今日 他竟然被中国网民 叫他做蝙蝠磊合 我现在砌DC 真是想全拆掉 因为我真的承受不了 这样的封号 害死了究竟有多少人 那当然了 到今时今日 你也都看到谭德塞 第一次追本尋缘 跟着中国监视下 给你看你就看 不给你看就不给你看 现在 现在谭德塞在世卫组织 也都尋求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 对中共施压 麻烦你给我来 调查清楚 是你就理 不是你就不是你 但是到今时今日 中共 都没有妥协 就是你说 我是不给你 你不给我 不要紧 你自己都应该调查 但是他自己 直接下禁令 是没有人 可以做得到 而石正丽 他已经 找坐钓鱼船 要赚的钱赚了 要做的东西 做了甚至 要得到的东西 他得到了 华之你 今时今日 还在国际期刊那里 讲这些 我想问你 你不追忠尋元 如果再发生的时候 你怎样 可以即时地 可以有应对的办法 你的途径怎样来 为什么会人传人 是不是要知道 这个全部都是科学问题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 什么都好 其实就是政治问题 所以你看到谭德塞 他都忍不住颈 他希望尽快地 这样釐清所有的事实 但是中共会不会配合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带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Nina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